今天也是嘉琳 还是一样累积有266人 疫苗接种的状况 我们彰化现65岁以上的长辈 总共有22万2944人 那目前已经接种的 有14万0894人 所以我们的接种率 有到63.2% 这是已经达到我们重要 计约完成的民众 从明天开始到21号 要开始来施打了 我们总共有215个接种站 1601个场次 我们可以选择 就近来施打区分时段 避免群聚 好 你第二轮预约之后呢 我们要来施打 16号到21号 那如果你预约当天 你错过了 比如说我预约9点 我刚好9点临时有事情 没关系 预约当日现场的时间 都可以施打 那如果你预约当天 没办法到的话 那对不起哦 你要提到下一轮 第三轮 第四轮 你再来预约 重新来预约 那记得哦 当天你一定要带健保卡 还有要放松心情 这样呢就OK了 疫苗之后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我讲的要休息15分钟到30分钟 第二个 如果你的有一些血液的毛病 那可能你有使用抗血小板 你有抗拧血药 或者拧血功能异常的 你施打之后 你注射的部位 可以请你要加压两分钟 并且观察他有没有出血 或者血肿的一个情形 那接种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 接种部位 你会疼痛 会红肿 会疲倦 头痛 会肌肉酸痛 会体温升高 会胃胯 还有关节疼痛 恶心等等 通常都很轻微 而且在数天之内就会消失 那打完之后 有发烧现象 也就是说 比238度还要高的话 那大概48小时之内 也可以缓解 如果超过48小时 还有别的严重的过敏 或者其他的现象 我们也要尽数来看医生 如果你接种14天之后 还有呼吸困难 腹部胸部都还会痛 四肢肿脏 冰冷 那严重的头痛 等不舒服的症状 也请你也要立刻就医 defensivo准备 感谢 咱们有点 打厚 咱们有点 有点 脏 头痛 准备 当时 甩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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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蝇鸡蛋 鸡蛋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